7月26日,受疫情影响,暂停营业6个月的拉萨电影院终于按下了启动键。 拉萨电影院的前身是老拉萨电影院,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院集体整盖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家电影院。 从1986年开始营业至今,今天迎来了复工后的首批观众,前来观影的顾客采用自助购票的方式。 同时,影院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热情地向顾客推荐电影。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,电影院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 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,目前影院内四个影厅已全部开放,选择了五部受观众喜爱的影片复印。 影院工作人员在引导顾客时线上十名制购票的同时,还对每一位观影者做了详细的登记,包括身份证号、体温、观影信息等。 久违的大荧幕再次亮起,期待已久的各位影迷,又可以体验电影带来的快乐。 你喜欢看电影吗?因为我大半年没看了嘛,然后我就和爸爸一起来看。 电影院还张贴着过年前准备上一名电影好报。 影院负责人表示,所有遗憾,但能重返电影院就是最大的好消息。 接下来会上更多的电影给观众带来欢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